通常的考題 在哪邊呢 在這邊 好 這個題目大家一定看過 來 請問一下答案是哪一個 哈囉 尋儒還好嗎 哈囉 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來 這個學測考題來告訴我一下 你覺得答案應該是哪一個 ABC 豬 有看過吧 這個考古題一定看過啦 對不對 92年學測都已經很久了 來 答案是哪一個 沒有聲音 哪一個 班導 A嗎 來 採取暈 什麼 B A 好 A嗎 來 櫻琦 A嗎 是A嗎 C 有人覺得C嗎 你們這麼不確定喔 好 我跟你講 這個題目 我看大家有沒有找到關鍵字 哪一句話是關鍵句 哪一句話是關鍵 因為這句話的不同 答案會跟著不同 看你們對這有沒有概念 蛤 透過水面 與杯子側面觀看水中圓棒 這句話嗎 不知道 來哈囉 有人說這句是嗎 不是 不然是哪句 後面的 看似折斷出氣不均勻 高於水面 啊 高於水面 這句 好 來 1 2 3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用 好 來 覺得 第一的舉手 你覺得1是關鍵的 2 圓棒看是折斷出氣也不均勻 好 再來 3的 好 國際拿來 好 來這個 你們現在這樣看 來 看到的是哪 這個一個很簡單的看斷方式 A的答案的話 看起來是不是看起來有三段 對不對 那其他看起來都是兩段 來 你們這樣這樣看的時候 來 你覺得你看到筷子的話 來看起來有幾段 怎樣 兩段 這是A嗎 關鍵的確是 由背外 請問一下 我現在叫你們這樣看 如何這個去處 你們現在是從哪邊看 下面往上看 你回家去看看一下 下面往上看的時候 其實你如果在腎上看 甚至還會 如果我在更下方看的話 甚至還會看到這個的道理 找麻度水面在這個樓梨這邊道理 就上次給你們看那個 博弈承者有沒有 記得嗎 好 其實他這個圖的照片 讓我們看過去 其實是這樣看 你等一下 10分鐘 你看這一段 大家從這邊注意喔 是背外 月高的水面 於是你會看到一個在 這是透過圓度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在上面 還有一個是實體 甚至 還有從正上方看 怎麼講就是一樣 所以請大家要傳 你要知道一下 所以我們在做題目的時候 不要說看到 稍微轉一下自己 自己從不同角度看看 我這個最主要是要跟大家講 你不要看到一個東西 然後杯子的題目 所以答案一定是哪一個 不是這樣 這有關鍵字 OK 從不同的角度看 就會不一樣 其實之前他那時候還有一個照片 有一個圖片也很好玩 那時候有一次 我們也是上課 然後結果有一個同學的 杯子 那時候他這個杯子 這是他的水服 你會插了吸管 有沒有覺得很好玩 變這樣 這什麼樣子 而且這張照片很明顯的 跟你們剛剛喘的那張不一樣 對不對 哈囉來 這一張 來大家看一下 這一張 就沒有剛剛 這邊有沒有 這代表是怎麼從哪邊拍 哈囉 這張是不是代表是從下面拍 從下面拍就會得到像這樣 而且這張這邊就有一些反射的樣子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 吸管 你跟吸管的下 為什麼會變這樣 這叫有那個瓶聲 這是不是很好 我們都給收了 下面要逼人 裸選還是什麼樣子 好 這邊其實吸管應該是遠的對不對 所以代表他是不是有放大有什麼 他說 是不是有放大有縮小 所以代表那個瓶聲有的有凸 然後有什麼 瓶聲 有沒有瓶聲有那種凹珠凹珠的 你看起來完全沒有 但是可以了解這個意思嗎 就是這裡這個瓶聲 這個瓶聲 它不是這樣子圓弧的平面 它這個瓶聲有的是凸 然後有的是凹進去 凸凹凸啊 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可以就變成類似 這個是透鏡 這是透鏡 提示 你看 我這個圖也是給大家看 你看我從不同角度看 就看不到 剛剛 剛剛 這個 這個 A圖這個樣子 這有三根嘛 是不是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希望同學要弄清楚一下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課本 143頁 143頁 這邊 好 有關折射現象 我那時候一開始的時候有些照片已經都給看過 所以請同學把這個A圖 不要以為答案一定只有A圖 這個A圖強調一下是由背外 略 高於 水面 位置 觀看 由背外略高於水面的位置 觀看會得到像這樣子的結果 但是 因為你看這張照片的視角也知道是超級高的地方看 不同的角度看答案就是不一樣 然後那個課本這邊有一些敘述還蠻好玩 發現他給了一個B圖 這B圖是什麼呢 來這B圖叫做幻日 有同學看過幻日嗎 其實天上有時候很多東西很好玩 我以前一直以為天上就 彩色的東西就只有彩虹 就只有彩虹 我後來因為後來開始反正用縮時攝影機要開始拍照之後才發現天上 彩色的東西還真多 常常會看到各式各樣的彩色 然後幻日就是另外一種彩色 這個 燈關一下好了可能會比較清楚 因為我就臨時去找一下 幻日的意思就是這個東西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太陽 在太陽附近 這個是太陽 當然沒問題對不對 所以幻日這個就是幻日 幻日出現的是在太陽的兩側 兩側 所以當然他的大氣條件要一樣 這個大氣條件指的是上面的冰晶 或者是什麼雲什麼之類的 那個你知道去搜尋就可以得到說他什麼 條件會形成 所以這個好像是所謂高空捲雲的時候會形成像這樣幻日 他其實就像有點像一個太陽的 好像是左右 他們有一個形容 因為他英文很好 他英文叫山洞 太陽狗 有沒有 洞 Dog 為什麼是太陽狗 他說看起來像太陽六狗 因為太陽走到哪裡 為什麼把它叫狗 反正就算是六狗 下面這個 這一個之前給 你們有記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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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看過老師這個日暈的照片 後面那個是日暈對不對 但這一個 這個圖就是在暗示你 這一個東西 這裡有一個叫幻日環 有看的到嗎 因為我不太清楚 因為我電腦是比較清楚 我不太清楚透過頭領 這邊有個淡淡的 然後一個環狀 那這個是所謂的幻日環 再來這個 這個是影片 來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下 半日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當太陽跟著跑 他是不是就跟著跑了 所以這有點像太陽在六個 他英文就三個 再來 不只這樣 在這就希望不要再看 我看看應該還有 這個也是一樣 這張更清楚 是不是也是一個彩虹的樣子 所以你以後如果有機會看到 那個天上 一段短短很窄的一小段的彩虹 那其實如果運氣更好的話就是太陽的兩側 的雲 剛好類似一樣的大氣條件的話 他會剛好是對稱的 那這最容易出現在是日出跟日落 那這個 當然就剛剛講 跟折射反射 還有他是冰晶 冰晶的形狀是什麼形狀 等等都有 所以那個大氣是一個非常 好玩的東西 那這個換日 他其實我在看的時候 大部分都知道有點彩色 可是他實際上真正來講 如果夠亮的話 他會整個還是會變成一個白色 就跟刻本那個圖一樣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白色 像一個太陽 好來 燈打開吧 好 那我想這邊相關的 相關的一些現象等等 就我們在上課之後就一個一個來慢慢的來看 好我們現在就先直接翻過來 144 折射定律 好在這邊的第2行 光行經不同介質時 方向發生改變現象就叫做折射 請問經過不同介質為什麼會 偏折 什麼改變了 速度 對 第二個 折射定律來在波動的時候也有提過 第1條一定要記住 第1條 入射線 折射線和髮線都在同一平面 而且在髮線的兩側 第2條是我們在波動的時候也有學過 因為光也是電池波 所以他都會遵守跟波一樣的性質 一樣的性質 那這個 這個話我比較喜歡寫成是 sinθ1 除以sinθ2 來他是一個定值 這樣就好了 或是寫常數 其實對我們來講所謂的 折射定律就寫成這樣子 那只不過後來 我們再把這個折射定律寫成n 那個常數寫成n 那12是什麼 12就是1進入2 叫做 n12 反過來如果你是從2到1 就會n21 對不對 所以這邊第1個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n12跟n21會有什麼樣的關係 是不是就导數 這應該很簡單 n12 應該等於n21的导數 那n是什麼先不管他 好這個光的折射定律是荷蘭人 斯乃爾提出來的snail 是snail 不是蝸牛 蝸牛的面 snail 好所以 好所以來這個也叫做snail 來snail定律 斯乃爾定律 斯乃爾定律 這如果有一些書以前的翻譯名字 來snail 有一些書是叫做斯逆爾 你看啦因為反正都是一樣的意思 而且 以前的翻譯的話這會 變得好像比較 看起來比較像人民對不對 斯逆爾 這聽著斯乃爾 好像美乃滋聽起來會怪怪的 那因為 這沒辦法 因為有一次 有一個他們的翻譯的名詞 的一個 怎麼講 就是說他們的一個原則 以致簡單一點 就有一次他們在翻譯的準則是用這樣 後來就把這個snail 什麼有些都改掉 我是不太習慣啦 不過這麼多年反正就是 你講英文就很清楚啦 但是因為我們還是常常說要配合中文啊 하지만 or barn 再來MII MII 哈囉 第三個 MII叫做相對折射率 MII叫做相對折射率 練法我在播 headache的時候有跟大家講過 MII是一進入二 他的念法是 後面念回來 戒指二相對於戒指一 二對於一的相對折射率 念法要會念 為什麼念法要會念 因為有時候 我也不知道真的有一點無聊 就考他用中文講 好我問問看 水相對於空氣的折射率 來是從哪裡進入哪裡 空氣進入水法 請問一下那空氣相對於水的折射率 是不是兩個就不一樣 所以你說空氣相對於水的折射率 還有水相對於空氣的折射率 兩個就會不一樣 那哪一個是哪一個進入哪一個 要弄清楚請問一下 注意聽囉 空氣相對於水的折射率大於1小於1 還是不一定 念完我自己都不太記得了 空氣相對於水的折射率大於1小於1 還是不一定 怎麼沒有答案 大於 來空氣相對於水還是哪裡進入哪裡 水 水進入空氣 來哪一個 水進入空氣對不對 你看角度哪一個大 光在水跟空氣哪一個角度比較大 所以 這個字 是不是 小於1 反過來 如果是水相對於空氣的折射率 那就是怎樣 是不是小於1 所以這兩個 我們剛剛講過是倒數 所以你要 我講過這就是一個名詞定義 那人家最早的定義來講法是這樣 所以請同學這樣弄清楚 那這個折射率 對我們來講 它的好處就是可以討論 是看出來1進入2 它的一個偏折的程度 好再來 這個是第二點 好第三點我們上課也有提過 哈囉來就是這個圖 這個圖還記得嗎 來 光 這時候其實是把光 視為光波 來 如果光波這樣走的時候 來請問一下這個AB 就是這個波的什麼東西 波前 你的方向垂直 還是叫做它的 是波前 好 這時候 A這個波前 這個點 已經進入界值2 所以它改變了一個速度上前進 然後它的速度 它在一樣的時間裡面 它用的是B2 那如果B2比較小 反正它在這段前進的距離上 AB是不是就比較小 然後 那個B在這個T的時間裡面 它用B1走 用原打速度走 來走的距離比較長一點 是來在這C點 好 可是 剛剛AB是波前 所以來現在新的這CD 是來自波前 所以 這個CD這個波前 都在原打前進方向垂直 好 大家記得這個圖嗎 是不是在波前 都講過 好 所以在這個圖裡面 Sine 這個是C1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C1 好 我們可以看到 來這個 C1 就是 A C分之什麼 哈囉 來 Sine C1 就是 A C分之什麼 V1 T 好 再來 Sine C2 C2 在這邊 這個是C2 所以是等於什麼 A C分之什麼 好 來這邊的話是 V2 T 這課本後面有寫得很詳細 我只是等於在幫大家複習 所以同學立刻發現 來 Sine C1 除以Sine C2 剛好等於什麼 你記得嗎 來之前講說 摺射定律 來這 N值剛好 Sine C1 除以Sine C2 V1 V2 再來 因為頻率不會變 所以來速度比 又跟什麼成比 波長 波長比 所以來這個直接寫在145頁 直接畫起來就好了 哈囉 在這邊 就第三點 來這個 我們的摺射定律那個長數等於速度比 也等於波長比 來這個非常好用 我們明天還要再繼續從這邊把它討論下去 我先問一下 當我證明出來這邊的時候 來我其實剛剛是把光視為是波動性還是粒子性 這是從波動性推導出來的 好記得明天一早就要來交作業了 來下課